中文字幕 新 inputs anda 炸成金黄色下次吃吧辣椒 哎呦 给米缺 在高度米缺啊 这个太香了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Vٹ梯小学们 对于麻辣菜品我还是蛮喜欢 像从麻辣烤鱼 麻辣鱼 水煮鱼等等 冒菜 麻辣烫 这些 那么这些菜品不能强烈 可以刺激我的一个味蕾 需要用的就是这种麻辣火锅底料 但市面上仍然满目的品种 看着我眼花苗乱 但最根本的就是那个 要吃的放心吃的安心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今天当时麻辣牛油火锅底料就乱吃了 它完全可以满足我这个冬天 只要是麻辣菜品的一个需求 好了废话不说我们就开始吧 那么这就是所用到的所有用料 具体我会以文字形式打在视频后方 下面简单来介绍一下吧 这个八角 桂皮 去脂的炒骨跟沙仁 小茴香 香叶 干辣椒 白蔻 特级的麻椒也叫青花椒 这大红泡花椒 这干辣椒跟刚才那个一样的 灯笼椒 二斤条干辣椒 这是甜酒也叫老椒 这是冰糖 这是米酒 这江里 蒜蓉 剁碎的豆豉 这洋浆的 涌出来的野生 这个大葱 洋葱 小葱 香菜 这皮线豆瓣酱 是红油的那一种 这是牛油啊 炼好的某宝上面都有 网上都有 可以搜索一下 这是2.5千克 也是5千克 把香料倒到哪里 加水迁徙一下 洗去沙尘的同时 等下再炸的时候 也不容易炸弄 麻椒跟花椒倒在一起 给点高度米酒 这个可以充分激发它的香麻味 先种柑椒放在盆里 这种柑椒是真香 然后上色用的 微辣那种 我也不是吃得很辣 对了 所有辣椒地都给它去掉 可以了 加开水把它泡软 等一下就好剁了 剁成瓷巴辣椒 给它泡着下一步来炼油油 锅一下油油 差点 这里是5根啊 中小火把它炼油化 趁这个时间 把豆瓣酱搞碎 剁也行 小瓣也行 你看自己的 这边三层油分下锅炸这个葱 把葱香味炸到牛油里面去 这样做出的火锅底料就非常香了 把这个泡好的辣椒搅碎 你多碎也可以 反正弄碎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所谓的瓷巴辣椒了 尽量搞碎点啊 香料也打碎 打这么碎就可以了 这花椒跟麻椒同样磨碎 这边葱香味也完全释放出来 现在把它捞起来 哇 好香啊 先像这鲜样 把它爆出香味 炸成金黄色的像瓷巴辣椒 豆瓣酱也搞到里头 记住中小火慢慢熬 熬出这个瓷巴辣椒的水分才能炒得香 不停的翻动防止它弄底 现在是熬了30分钟的样子 差不多了 要熬了10分钟可以了 给米饺 这个高度米饺啊 去腥真香的 那个牛油有一定的新鲜味 给甜饺 冰糖 搞到里头 把酒味给它炒挥发掉 像香料粉 花椒粉 还有香叶八角 这是装门面的啊 这干椒也是装门面的 再熬个10分钟就可以了 切记这个香料跟花椒最后才放了 这个容易挥发的不能放太早 可以了 哇 亮亮亮 太香了 这个熬好以后 最少要给它静止10个小时以上啊 这样香味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明人不说暗话 我喜欢你 终于做好了这本影片 来尝试一下吧 这个东西要取出来的话 就用液水烫一下下面 再把它倒出来 然后再用包 接着你想要的大小 然后再用那个保鲜膜把它封起来 这样子就用的话就比较方便了 创作不易 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大家动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一个免费的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真的是太香了 试一下 上面一层都是这个牛羊啊 非常香的 我都不舍得挖的太漂亮了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我做这个的时候没有放鸡精胃精 大家想提炫味的话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放那个鸡精 鸡精还有那个蒸汤啊 这些 试一下 够麻够香 它是偏咸一点点的 刷刷 真的这样子吃就特别香了 我调这辣度是中低辣的 我也不能吃太辣 想吃辣的话可以放这种小小个的辣椒 我用的是这种 这种小个的特别的辣 这辣椒越细小越辣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以后的话赶紧收藏起来 做上一小盒 这个冬天特别适合吃这种麻辣的菜品 冷暖和生地 做点关注了 拜拜 呀 呀 再一一姍 呀 呀